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的人气一直都很高 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色的演技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作为中国内地娱乐圈一颗耀眼的明星 杨子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并迅速打响了自己的名声 1992年出生的他 从小就展现出了表演天赋 他的早期作品包括电视剧《公所心育》 和《轩辕见之汗之云》 很快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杨子的演技备受好评 他擅长扮演各种类型的角色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从搞笑喜剧到沉重家庭剧 他都能游刃有余 他的表演受到导演和制片人的青睐 经常获得各种奖项的提名和奖项 他的角色充满活力 情感丰富 深入人心 让观众对他的演技刮目相看 除了出色的演技之外 杨子的颜值和时尚感也备受关注 清新甜美的形象和高贵优雅的风格 让他成为时尚界的宠儿 他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 并成为各大品牌的代言人 他的时尚造型也被年轻粉丝模仿 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时尚观念 此外 杨子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也相当惊人 他在微博 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 经常与粉丝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成为他和粉丝之间沟通的桥梁 使他的人气不断上升 总体而言 杨子的走红得益于他的多才多艺 包括出色的演技 时尚品味和社交媒体影响力 他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一颗闪亮的明星 未来的发展备受期待 他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杨子的走红还得益于他的坚韧和勤奋 他在整个演艺生涯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敬业精神 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更高的表演水平 他参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屡屡取得商业和口碑丧丰收 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尊重 此外 杨子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他关注社会问题 积极参与和捐赠各种慈善活动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的慈善事业也为他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爱戴 杨子的演艺道路充满荆棘和挑战 但他始终保持着坚韧和毅力 他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并不断进步 成为中国娱乐圈最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 他的演艺事业蓬勃发展 为他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尊重 总之 杨子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是因为他多方面的才华 坚韧的性格 积极的慈善捐助 以及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备受尊敬和喜爱的公众人物 他的未来充满潜力和机遇 我们可以期待他继续在娱乐圈取得更大的成功 杨子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中国娱乐业的崛起 和全球化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随着中国影视剧市场的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中国演员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杨子就是这些代表艺人之一 他的国际知名度正在逐渐上升 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娱乐圈 还延伸到社会文化层面 他的成功故事激励着年轻一代 激励他们勇敢追求梦想 他的职业道路告诉人们 只要有天赋、努力、坚韧 就可以克服各种挑战 实现自己的目标 此外 杨子还代表了当代中国女性的独立和力量 他事业上的成功 以及他对社会和慈善领域的积极参与反映了 他作为女性的多重身份和价值观 他的存在鼓励更多女性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社会责任 为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总的来说 杨子是一位多才多艺 充满活力的演员 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源于他的演技 还源于他的坚韧、社会参与和国际影响力 他是中国娱乐圈的亮点之一 也是备受尊敬和仰慕的榜样 他的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看到他在各个领域继续取得更多成就 杨子是中国娱乐圈一颗要眼的明星 他的人气一直都很高 这并非偶然 这位年轻女演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的表演而闻名于世 杨子的演技备受好评 他不仅在电视剧领域有出色的表现 在电影和综艺节目中也有出色的表现 他不仅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还获得了金英奖、华顶奖等众多奖项和荣誉 杨子的成功不仅在于演技 更在于他独特的魅力和亲和力 他与观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人们喜欢他的真实和自然 他的微笑和顽强的性格使他成为许多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观众的偶像 除了演艺事业上的成功 杨子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他关心社会问题 积极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他的善行和社会责任感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 肖战作为杨子的搭档也备受关注 他是一位在演艺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才华横溢的演员和歌手 肖战的下一部作品备受关注 粉丝们都非常期待他在新项目中的表现 他的热门搜索登上了互联网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期待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两人的默契和演技让人印象深刻 这两位年轻明星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就 更代表了中国娱乐产业的活力和潜力 他们的未来依然光明 人们期待看到他们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杨子的走红和肖战的热搜只是他们事业成功的一部分 他们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杨子和肖战的合作一直备受粉丝追捧 这也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他们的融洽关系和化学反应使他们成为许多制片人和导演的首选 他们的合作项目通常备受期待 观众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们提供的内容 除了在演艺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外 杨子和肖战还积极涉足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 他们的微博和微信账号拥有数百万粉丝 他们发布的每条消息都会引起热烈讨论和转发 他们的社交媒体活动不仅增强了与粉丝的互动 还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传达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观 杨子和肖战的成功也激励了很多年轻人 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通过天赋、努力和毅力 你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伟大的成就 总体而言 杨子和肖战都是中国娱乐圈中高知名度的明星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 他们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而且还积极参与社会和慈善事业 成为很多人的谎样和偶像 他们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继续在娱乐圈创造更多的辉煌 02 肖战主演的电影尚未杀青 但他的下一部作品却悄然成为热门话题 众所周知 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已经拍摄了一段时间 即将拍摄完成 此时肖战下一部作品《银海戏》即将开拍的消息 悄然成为网络热搜话题 至于肖战下一部电影将于11月开拍的消息 为何在电影《射雕英雄传》正式杀青之前 就成为热门话题 其实有几个特别的点 值得关注的是 肖战今年已经播出了三部优秀的电视剧 这也让他所有带播的剧都能播出 因此 无数喜爱肖战的观众也希望肖战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其次 因为肖战在年内播出的三部优秀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也让很多正在准备拍摄新剧的剧组越来越希望他能够参与 毕竟年内播出的三部作品 其中两部上央视 其中一部登上了2023年网剧热度榜 我想知道哪个船员或投资者不会想要这样的结果 第三 肖战的努力和对演戏的热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他真的一直在努力拍摄更多优秀的作品 并把它们带给大家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他的下一部电影肯定会很快开拍的原因 当然 无论肖战哪部作品出现在网络上 如果只是猜测而没有官方公布 则不能认为是真实的 只有官方宣布才是可行的方法 这个官宣无论是电视剧本身的演员阵容都没关系 那么 无论肖战本人是否正式宣布加盟 这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消息 另外 作为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青年演员 肖战的下一部作品也悄然登上热搜 这也说明真的有太多观众 期待他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尤其是如果到2024年肖战还有几部作品连续播出 那绝对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说实话 肖战可以让无数观众期待 这其实说明 随着肖战优秀作品的陆续上映 他的才华 他的演技 他的优秀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认可 得到正式认可的 用作品获得认可 用作品证明自己 这是演员肖战出道以来所坚持的 当然 从这份坚持中可以遇见一件事 那就是演员肖战未来一定会更加成功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所以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 毕竟央视也希望能够播出更多的肖战作品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